見到Chairing有人想知道 我想問問Jason 怎麼看下半年的市貨 我都可以講一下下半年的部署 有沒有什麼指引 下半年我覺得最大的風險 都還是在一旦內房債 是不是可以搞得好 第二就是外圍的衰退風險 如果你說這兩個問題 仍然還是纏繞著 暫時這一刻你說要買貨 都是見步行步的 剛剛都提到 我自己覺得可能市 就算你說接下來上 暫時沒有一個很大空間住 都可能上面望回22,000多 或者可能遠一點 23,000多 我之前定的港股 去到可能年底目標 都是23,000多至24,000 其實你比起現水平來說 不是說是一個很大的上升空間 還有你說要去到那些目標 其中的假設就是 剛剛提到那些風險因素 不要說進一步惡化 那才有機會有一個上升 相反地如你剛剛提到 說那個可能外圍經濟是硬迫落的 衰退是提早出現 或者內房債真的搞不定 有些很大的公司都是 有些違約事件 大家很關心的話 那我試要震下去 也都可以再試之前 譬如一萬九千多那些低位 那當然我覺得港股在現階段 對比歐美股市 都仍然是偏強 或者在股值的水平來講 就不是說算真是很貴 很不抵賣那一隻 那所以就算你說跌都好 那我覺得不會跌得太多 如果你說接下來 去有機會真的那個港股 再跌回去譬如兩萬點左右 或者可能兩萬點以下 那到時又是一個機會 重新買回一些貨 那所以我自己覺得 這一段那個紅市 是有機會接近一個尾聲 那去到尾聲的時候 很多時候的震盪的幅度 都是會比較大一些 有機會去到終結一跌之後 才慢慢會彈上來 那所以你說去到這一輪 兩萬一千多的水平 就不是說很值得買貨住 如果你說真的要買貨 就寧願讓市場再震下去 才慢慢再鬧 還有如果你說 本身之前低位買了貨的 現在逐步計算一下數 或者你說可能 不是說全部走了 可能留一部分 譬如可能三分之一的貨底 那等個市 如果你說接下來再升 去到兩萬二千多 兩萬三 到時才再考慮去到 即是沽上去 是